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耶稣列的首领 就是长老和教养雅哈众子的人 你们那里 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 器械 坚固城 结了这信 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 选择一个闲能合一的 是他做他父亲的位 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 他们却甚惧怕 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 我们怎能站得住呢 家宰 义宰和长老 并教养众子的人 打发人去见耶护 我们是你的仆人 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 我们不立谁做王 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 耶护又给他们写信 你们若归顺我 听从我的话 明日这时候 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 带到耶稣列来见我 那时王的儿子七十人 都住在教养他们 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 信一到 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 将首级装在筐里 送到耶稣列耶护那里 有使者来告诉耶护 他们将王仲子的手机送来了 将手机在城门口堆坐两堆 割到明月 这边我们看见 就是这些雅哈家族的 这些大臣长老 也是蛮无情无义的 这个耶护又恐吓他们 就把雅哈的子子孙孙 全部都杀光了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七十颗人头 就送到这个耶稣列的耶护那里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雅哈 他的父亲的案例 案例家族 似乎跟耶稣列有非常强烈跟亲密的地缘关系 甚至说这个王族 就是雅哈的儿子孙子 他们的一些教育跟养成 也都是大量的交在 耶稣列人的这些领袖的手中来教养 虽然王宫是在以色列的中部 但是好像整个最火药地区 反而常常是在北边的耶稣列地区 不太确定为什么这个案例家族 他们会这样 这个我们不明白 或许案例他会不会也是耶稣列人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 那第九节 次日早晨 耶护出来站着对众民说 你们都是公义的 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 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 由此可知 耶和华指着雅哈家所说的话 一句没有落空 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 都成就了 凡亚哈家在耶稣列所剩下的人 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 耶和华竟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 次日早晨 也就是说当初 也就是说当初这个神就借以利亚审判了亚哈的整个家族 特别是在他跟耶稣别用毒祭 杀害了这个拿博之后 那神就借以利亚到拿博的葡萄园去审判这个亚哈 说你全家都要死光光 如今全部都应验 那亚哈家在耶稣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 这个耶和博竟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 那之前我们讲到这个以利亚从耶和华接受三条命令 第一要去高这个哈薛来代替变哈达二世做亚南王 第二个要高这个耶和博代替亚哈家族做以色列王 第三要找到以利沙来代替以利亚做新知的职份 然后耶和华对以利亚说 他要用这个亚南的哈薛的刀来审判整个北国 我们列王记下去读下去发现 哈薛坐往47年 对北国以色列造成天大的伤害 47年从头到尾不断的在攻打北国以色列 所以哈薛的刀是拿来制裁悖逆的北国以色列 而这个耶和的刀是来制裁亚哈的全家 以及跟亚哈有关系的所有这些党羽 全部被耶和的刀杀了 以利亚说凡逃过哈薛的刀又逃过耶和的刀 而且他是要被神制裁的人 最后他会逃不过以利沙的刀 那十二截 耶和起身往撒玛利亚去 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 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 问他们说 你们是谁 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 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 活捉他们 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 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 共四十二人 没有留下一个 因为这个耶和已经在耶色列 不仅把北国国王杀了 也把在场的南国的国王 以及南国的一些随从的领袖们一起杀了 这当然也是在执行耶和华审判的命令 因为南国的国王亚哈谢 跟他的父亲约兰 他们跟北国的亚哈家族都结尾亲家 然后都离弃耶和华 敬拜偶像 作恶多端 所以耶和华也借耶护的刀 剪除了南国的这些亚哈的女婿 那十五节 耶护从那里前行 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 耶护问他安 你诚心待我 向我诚心待你吗 是 若是这样 你向我伸手 他就伸手 耶护拉他上车 你和我同去 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 于是请他坐在车上 到了撒玛利亚 就把撒玛利亚 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 直到灭尽 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 这个整个亚哈家族 其实神花很多的心血在他们身上 在亚哈做网的时候 上帝透过以利亚三番两次的来警戒 也来拯救这个亚哈跟以色列 但是亚哈就是网梗被逆 然后呢 这个到了亚哈的儿子 以后呢 神也透过以利沙不断来帮助 这些北国的国王 亚哈的家族的后代 可是他们就在神的面前 都是这样反反复复 出了天大的问题才会来找神 神一帮助他们解决之后 就翻脸不认人 而且比之前更恶劣更坏 所以呢 其实神在这个亚哈家族里面 其实神没有亏欠他们 反而是亚哈家族 大大亏欠了上帝 也大大连累了整个 整个北国以色列的百姓 让他们一起都陷在罪恶里面 那十八集 耶护召聚众民 对他们说 亚哈侍奉巴黎还冷淡 耶护却更热心 现在我要给巴黎献大集 应当叫巴黎的众先知 和一切拜巴黎的人 并巴黎的众祭司 都到我这里来 不可缺少一个 凡不来的必不得活 耶护这样行 是用诡计要杀进拜巴黎的人 要为巴黎宣告严肃会 于是宣告了 耶护差人走遍以色列地 凡拜巴黎的人都来齐了 没有一个不来的 他们进了巴黎庙 巴黎庙中 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 耶护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 拿出礼服来 给一切拜巴黎的人穿 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 耶护和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进了巴黎庙 对拜巴黎的人说 你们查看查看 在你们这里 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 只可容留拜巴黎的人 耶护和约拿达进去 献平安祭和凡祭 耶护先安排巴士人在庙外 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 若有一人脱逃 谁放的比叫他偿命 耶护献完了凡祭 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 你们进去杀他们 不容一人出来 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 将尸首抛出去 便到巴黎庙的城去了 将巴黎庙中的柱像 都拿出来烧了 毁坏了巴黎柱像 拆毁了巴黎庙作为厕所 直到今日 这样耶护在以色列中灭了巴黎 只是耶护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就是拜伯特利和淡的金牛毒 耶和华对耶护说 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照我的心意代亚哈加 你的子孙必接训你 做以色列的国位 直到四代 只是耶护不尽心遵守 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律法 不离开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 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 乃是约旦河东 基列全地 从靠近亚嫩古边的亚罗而起 就是基列和巴山的 迦德人 流遍人 马拿西人之地 耶护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护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哈斯 皆许他做王 耶护在撒玛利亚 做以色列王28年 基本上他就是把北国境内 所剩下的 侍奉巴利的这些祭司 领袖 通通把他召聚过来 骗他们说 我要给巴利献大祭 所以你们通通要来集合 耶护就说 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 耶护差派人 走遍整个以色列 反拜巴利的人都来了 来齐了 这边主要不是讲一般老百姓 可能是讲这个巴利的侍奉者们 然后呢 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巴利庙中 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 因为是在一个巴利庙 当然这个巴利庙不是只是一间庙 它有整个旁边的建筑群 但是怎么人塞再多 也不可能塞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这边应该是这些巴利的祭司 跟巴利的这些侍奉者 然后呢 耶护就吩咐他们的部下说 拿出礼服来 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上礼服 其实是为了待会杀他们的时候 一个识别的作用 凡穿巴利礼服的人 当然待会就要杀他 然后呢 二三节 这个耶护 他们就进去了巴利庙 对拜巴利的人说 你们好好查看查看 在你们这里 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 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 就是要把这边净空 让这边只剩下拜巴利的这些侍奉者 然后呢 这个耶护就安排了八十个人在庙外 吩咐他们说 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 若有一个人逃脱 谁放的 必叫他偿命 耶护献完了凡计 就出来吩咐 军队说 你们进去把他们杀了 不容易人出来 他们就进去用刀杀他们 将尸首从庙里面抛出去 然后呢 便在 把他们杀完了之后 把他们尸首丢到巴利庙以外 然后再回到巴利庙的城里面去 然后呢 就将巴利庙中的柱像 都拿出来烧了 也毁坏了巴利的柱像 拆毁了巴利庙 做为什么 厕所 直到今日 这样耶护在以色列中就灭了巴利 只是耶护 他没有离开 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是以色列人 现在罪里的那个罪 就是拜伯特利和旦的金牛犊 耶和华对耶护说 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照我的心意 代以利 代亚哈加 你的子孙 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直到四代 所以耶护之后呢 又传了四代的子孙 只是耶护不尽心遵守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律法 不离开这个金牛犊的罪 这让我们看见 就是说 这些北国的领袖 就是都对神的应许 没有完全的安全感 他们有时候 起来侍奉神 可是总是为自己留一手 就是他们不撤销金牛犊的崇拜 金牛犊崇拜 美其名是敬拜耶和华 但是呢 因为他们说金牛犊 上面做了一个 你看不到的耶和华 金牛犊是他的耶和华的坐骑 是他坐的动物 那其实呢 我们拜的是耶和华 不是金牛犊 可是呢 一方面百姓根本就不管 百姓完全都拜那只金牛 拜那两只金牛犊 第二呢 这根本也是他们的山寨 拜耶和华敬拜 其实神从来没有叫他们这样做 神要他们的百姓 去耶路撒冷的圣殿 敬拜耶和华 可是北国的国王们都害怕 这样他们会失去民心 也就是耶罗伯安的罪 就是他为了自己 没有安全感的缘故 他分裂了神的百姓 他分裂了神国的子民 为了私心分裂教会 为了私心不安全感 在教会中分门别类 结党 这都是神非常痛恨的事情 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们如果不小心这样 我们要回赶 在那些日子里 因为这个耶路他没有尽心尽力 这个全然的来侍奉主 所以就给他的北国留下了破口 给这个仇敌来攻打 因此呢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开始割裂以色列的国 让这个哈学的刀 亚兰哈学的刀 就开始来大大的审判 整个北国以色列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耶路 他虽然除灭了巴黎的崇拜 可是他不愿意放弃金牛毒的崇拜 所以呢 上帝就借耶路的刀 哈学的刀 继续审判以色列 经文告诉我们 基本上整个约旦河以东 通通被亚兰抢走了 约户的事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 耶路最后他死了 他在这个以色列作王28年 他的儿子约哈斯 接续他作王 这边让我们看到 整个北国的耶喜别所带的影响 巴黎的崇拜 在这边就被耶路来除灭了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可惜的是 耶路仍然为了自己的安全感不够 对耶路华的信任不够 所以呢 他仍然保留了金牛毒崇拜 就让他们有一个极大的破口 所以呢 哈薛三番两侧来蹂躏以色列 弟兄姐妹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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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